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科学上网的工具 因为在我视频发布了这么久的时间内 也有不少的小伙伴们跟我说 他科学上网的时候就是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科学上网的工具 也就是KARU库搭建的科学上网的工具 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实际的速度 我们直接设置为活动服务器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YouTube的官网 我们可以看到他加载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直接播放一个四开的视频 我们直接播放第一个吧 稍等他正在加转 可以看到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不过他现在是720P的 我们换一下他的幻灯4K吧 他的速度可能是实时的变化的 因为这个HARU库的话 现在用的人也比较多 当然这个因为我这个节点的话 就是我这个账号也使用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也可能限制我的速度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现在速度也是达到了4000多5000的左右 然后现在上了5000你看他基本上这个4K就是可以正常的播放了 这个速度 这里都到这里就结束吧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是怎么搭建的 因为我使用的话 就是我平时使用 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免费的科学商务工具 所以流量消耗比较大 他就会给我发送一个消息 说我这个HARU库就已经使用了 就是使用了很久了 就是需要限速了 就是已经限制了我的速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HARU库就是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 他说我的已经550个免费小时动态已经全部用完了 所以我的应用已经被停止了 所以我就需要来创建一个新的账号 来使用我的这个HARU库 然后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怎么样一步一步创建这个HARU库 这个科学上网的工具 然后并使用这个工具来创建我们的一个自己的Gmail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回到 先回到我自己的博客上面 在我的博客上面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学上网的搭建的话 总共要分为试补 第一步你当然要需要有一个HARU库官网的账号 然后第二步就是部署V2ray的节点 然后部署V2ray的节点之后呢 我们就要使用Cloudflare进行返代 返代之后我们需要寻找最优的IP 来进行我们科学上网 为我们的科学上网进行提速 首先呢我们就打开我们HARU库的一个官网 我直接点击后面的链接 就可以来到我的HARU库的页面 因为我的这个浏览器中已经登陆着我的HARU库账号 所以呢我在另一个浏览器中 然后进入我们的HARU库中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HARU库网页的首页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Login或者Signup 就是说我们是直接点击登陆还是进行注册 我们没有账号的话先进行点击注册 做账号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它基本上的话这里的信息你都可以进行随便的填写 当然你国家的话可以选择一些离你比较近的地方进行选择 然后但是这个国家的话不要选择中国 因为中国大家都懂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创建完自己的账号之后 它会发动一个激活链接到我们的Gmail到我们的邮箱中 我们只要点击这个激活链接 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个HARU库的账号了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一键部署V2V 我们在GlanHub中找到了一个一键部署V2V的一个网址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下面的Deploy部署就可以 将我们的这个V2V的节点就是一键部署到我们的HARU库中 我们直接点击它 速度还是有点慢 我们来到我们创建黑暗入部一键创建脚本 点击进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新的译面 它是Create New App 然后呢这个AppName我们可以自己随便填写 然后这个随便填写之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它这个代理所在的区域 总共有两个区域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洲 我们可以选择美国和欧洲的节点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使用创建成功之后 我们所在的代理的IP就是美国的节点 然后我们点击Deploy App 然后就慢慢的等待 看Login Output 等它部署好App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Manager App和一个View 我们直接点击Manager App 拿到了一个新的页面 我们点击Setting 我们在这里之后 我们可以这个Review Control Bus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UUID显示出来 然后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这个 我们首先往下拉 拉到这个里之后 我们来到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然后打开我们的V2REC客户端 然后因此点击服务器 添加VM EFS服务器 把地址连听进来 当然我们要把这个斜杠和https 这个斜杠全都去掉 然后端口 下面的一次填入端口是443 用户ID也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 Config Bus 我们把这个UUID直接复制过来 OID可以填入64 加密方式直接选择Auto 传输协议选择WS 别名的话我们可以自己随便写 我们列入可以写 美国自己随便填都可以 伪装的形式直接选择No 伪装一名不要填写 直接控制 路径可以直接填入一个反接杠 底层传出安全 选择TLS Allow Inqueue 选择True 然后直接点击确定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V2ray的节点就已经创立好了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它的服务器延迟 它的是测试结果是-1号秒 说明这个还没有正常可以正常的科学上网 下面呢我们就需要来到第二步使用Cloudflare进行反贷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 来到了我们的Cloudflare页面 我们直接点击登录 要是没有Cloudflare的账号可以进行点击注册 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Worker 我们点击Worker 点击创建 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很多个Worker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创建Worker 这里下面的都是我的节点 创建Worker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脚本页面需要输入我们自己的一个脚本 可以来到我的这个博客上进行复制 我们直接将它复制出来 复制下来 可以要进行完整的复制 直接点击复制 然后把它全选 然后把它拧贴进来 拧贴进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hostname 也就是域名 需要更改为我们刚才这个vmess中点写的这个地址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域名进行替换 替换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保存并部署 保存并部署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这个get后面有一串网址 我们直接将它完整的复制出来 我们把它打开这个节点 我们将这个地址 原来的地址进行替换 将这个agttbs和两个斜杠全部去掉 然后点击确定 重新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可以看到它已经可以正常的科学上网了 但是它的速度还是不是很快 所以我们就需要 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第四步 然后寻找Cloudflare GUIP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 可以来到一个寻找GUIP节点的一个getHub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release 可以下载它的一个 优选IP的工具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windows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下载我们到我们的桌面上 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 我就不进行下载了 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解压 我们就可以来到它的一个工具箱 我们直接点击CF优选IP 然后输入你夹的宽带大小 然后带宽大小就可以了 我直接输入20 我直接点击CF优优优独播剧场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新的一面 它可以等待这次进程结束 可以筛选出三个优选IP 我们直接把这个IP进行复制 直接点击它 等到C就可以了 我们将这个IP复制到我们的VMESS服务器中 我们直接把这个地址 当然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地址 原来的地址 剪辑到伪装用名中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重新测速一下这个VMESS服务器 可以看到它的延迟 传输协议的测试的延迟 变成了159毫秒 还是速度非常快的 就是它的延迟非常低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VMESS服务器 就已经搭建好了 我们直接把它设置成 设为活动服务器 然后就可以看到它的就已经打开了 我们再次打开我们的YouTube 先把它设置为开启PSA 然后可以看到它来到了我们的YouTube的网上 然后我们直接直接随便再搜索一个Skype 我们观看这个 可以看到它的直接进来了 我们直接看它画作正载为4K 你看它的速度就已经上来了 达到了四五千左右 当然这些速度虽然没有一些付费的机场速度快 但是它也能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现在达到了八千 虽然它还没有流畅的加载 这个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呢我将为大家介绍怎么利用这个黑暗用铺 搭建的VVS搭建的V2V界定 来为我们创建一个Gmail账号 你看它的速度已经达到了一万三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再见